得知你去星斗大森林 你倒是给了我一个惊喜 这么快就突破了三十几天关口 那还不是您教导的好吗 那我有没有教你 吸收未知年份的魂寿魂环 没有 那你还敢贸然行事 你应该清楚 人面魔珠有多危险 如果你出事 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 你是我唯一的弟子 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能死 知道吗 老师 我错了 小三 你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缺点 以后 他会一直为你带来麻烦 是什么 您说 我一定该 这既是你的缺点 也是你的优点 你把感情看得太重了 比你的命都重 您 都知道了 姑姑不是为了小五 你绝对不会乱了方寸 这么胡来 我今天训斥你 是希望你记住 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保持冷静的思考和判断 哪怕是你最重要的人出现危险 这种情况 你更需要冷静 只有先保住自己 才有救人的机会 很多事 不是冲动可以解决的 你明白吗 老师 我记住了 那就让我看看 你这次冲动后的收获吧 兰茵草更细了 看上去比之前更有光泽 这股淡淡的甜心味 应该是因为 吸入人面魔珠的毒素 小三 缠住那边的树 用力拉一下试试 你的兰茵草虽细 但韧性肯定更胜以往 果然不错 可以了 小三 你过来 老师 怎么了 这次吸收虽然冒了很大的风险 但是收获也同样丰厚 人面魔珠给兰茵草 带来了惊人的增幅 不仅强化了兰茵草的韧性 其毒素 更让兰茵草具有了腐蚀性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 同样的错误 不能再有第二次 我 我不希望 白发人送黑发人 老师 唐三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冲动了 好 好孩子 来 让我看看你的第三魂迹吧 嗯 当初唐门的经济来源 几乎全部依靠外门制造的暗器 分解的零箭图可以保证唐门的工艺绝不外传 上次见识了你的诸葛神奴 我想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通过中能向你订购一批激阔类暗器 至少能让我的族人有自保能力 如果也在这里经营起来 收入将不再是问题 如此一来 只要找到稳定的铁匠铺合作 我便能潜心修炼 研制更强大的暗器 沧门的辉煌 一定会在这片斗罗大陆上重现 看下这到底是什么 那真的是退后 hyvä 一句歧 fals 看这縫子 也你看这织 来 好 你们看我们罐奏的兵器 那可是我们这里 数一数二的罐奏是打造的 请问这里可是 左托城最大的铁匠铺 小先生 需要点什么 我想特别定制一批货 想打个什么 直接和我说就行了 你恐怕做不了这个竹 小伙子 能不能讲解一下 这是个什么东西 你们不需要知道 只管告诉我能不能做 我有二十分 要用上等的铁铁 最好是铁精 铁精 那可不是比小数目啊 还是请你家大人来谈吧 大叔 您是浑师吧 莫非你也是 单独谈谈 可以吗 请给我来吧 请给我来吧 嗯 快点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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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与 我叫启龙 我叫铁虎 小心啊 这两个是我的双胞胎儿子 铁龙铁虎 虽然年纪不大 也算得了我的真传 是铺子里最好的铁匠 如果可以 我想请他们打造这些东西 合作成功的话 当然没问题 请 那么 你准备如何与我们合作呢 铁大叔 这样好了 我先支付一百个金魂币 当作定金 麻烦你们打造一套出来 如果质量没有问题 就继续制作 钱是够了 但我希望再增加一份保证 既然你是魂师 能否把你的魂师手闸给我看看 魂师手闸是魂师身份的象征 和进阶的记录 就像魂师的尊严一样重要 一般不会轻易出身 但眼下若要表示成功 杜罗利二六三七年 注册于诺丁城五魂分店 五魂蓝银草 标准的废五魂 可惜了 这是 大魂师 不错 你仅仅用了三年就成了大魂师 我刚获得第三个魂环 还没来得及去注册 所以手闸上没有我成为魂尊的记录 三个 仅有三个魂环吗 这孩子小小年纪 爸 听我这说 来比大生意 又见面了 两位铁大哥 是你 阿龙阿虎 你们认识唐三魂尊 爸 你还记得 上司我们兄弟 在斗魂场 败给的两个少年吗 其中一个就是唐三 当时 若非唐三出手图止 我们早已被他的火烂中伤了 唐三 你竟然已经突破三十几了 伙计说的那个带来大生意的人 不会就是你吧 唐三魂尊 我为之前对你的怀疑道歉 一切就按你说的办 重振唐门 哥 你在想什么呢 想 想 想现在的生活 想爸爸 还有想你 想我什么 想你为什么这么快 也三十几了 哼 原来只是想这个呀 当然不止想这个 那还有什么 对了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老师说的那句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是什么意思 那个呀 老师告诉我 我身后 我身后的魂骨 是极其稀有的魂骨 魂骨 我倒是听说过 是猎杀魂兽是很低的几率会出现的一种东西吧 具体我也不清楚 老师只说要在特殊条件下才会出现 可特殊条件是什么没人知道 而我背后的 是可以媲美顶级魂骨的外富魂骨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让你的魂骨被别人抢走的 我发誓 我答应过你 会永远保护你 所以 我也一定可以保护好自己 哥 小五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对吗 对吗 小五 好像是小傲的声音 还有容容的 别让他们找了 走 小五 你们俩刚才跑哪儿去了 我们找你们好一会儿了 没去哪儿 就在山崖吹吹风 只是吹风吗 当然只是吹风 原来如此 马红精已经醒了 院长说 这次大家能从星斗森林平安归来 三哥小傲小五魂里 都突破三十级了 就算是史莱克也是少有的姓氏 所以院长决定今晚开庆功晚宴 庆功晚宴 小怪物们 好好享受最后一晚快乐的时光吧 明天开始 迎接你们是地狱一般的生活 你 戴老大 要不要来一根 赵老师 要不要 来一根 容容 超酒的大香肠 让你便宜 小傲醒醒 醒来了 别找啊 让我俩睡一会儿 你忘记大师的话了吗 早饭时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缺席 否则后果自负 好香啊 老师 你永远不会迟到 奥斯卡也来了 来 尝尝老师的手艺如何 你们这些孩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 一定要有充足的营养补给 没有好的体魄 又怎么能承受庞大的魂力呢 谢谢大师 趁热吃吧 好香啊 看来今天有好东西吃了 大师好 大师好 今天所有人都如约吃了早饭 是个不错的开始 但是食物吃下后需要时间消化 不能立刻进行剧烈运动 以后凌晨五点我会准备好早餐 如果半个时辰内还没有来的话 就不用吃了 是 很好 下面我要对你们展开强化训练 戴木白 出列 给你一个任务 从现在开始 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 将他们六个逐一打到 你三十七级魂力 他们最高的也才三十一级 有问题吗 唐三出列 不得使用第三魂技 和你那些特殊武技 你们可以开始了 等一下 大师 这不公平 唐三的等级 本身就比我低 如果再限制他的魂技 那打起来还有什么意思 唐三使用第三魂技 已将没有任何机会 控制其魂师 在不曾遇到克制的武魂之前 单挑是最强的 不过 既然你如此要求 那就解除对唐三的魂技限制 作为伙伴 你们也需要彼此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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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白 如果你能破开我的第三魂技 就算你赢了 唐三 小心了 蓝银草 缠绕 蓝银草 缠绕 蓝银草虽然变戏了 却已经注入了人命 萌绕中魂环的属性 尽力成功成为更加 第二魂技 寄生 蓝银草要被割断了 不 唐三并没有指望 凭借这些蓝银草 直接取胜 他的目的 只是让蓝银草 限制住木白 争取短暂的时间 来发动第三魂技 控制系魂师的奥义 就是从战斗一开始 就控制住对手 直到战斗结束为止 这难道是 小三的第三魂魂 哈 区区岚眼草 能买吗 穆碍 你又打你了 可以了 一般来说 控制系魂师的攻击都很弱 但控制力却极为强悍 在六十级以下 一名出色的控制系魂师 完全能够左右相差十级以内的对手 这是我的第三魂技 珠网束缚 别动 我帮你把珠网毒素吸收回我的体内 穆白 你作为力量强弓型魂师 控制系正是你的克星 所以 面对控制系魂师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他控制的机会 在刚才的情况下 就要拉开自己和控制系魂师的距离 每一名魂师都有着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魂师 但是却有完美的团体 一个人的力量无法达到绝对的强度 但是一个默契的团体却可以成为无敌的存在 对手 如今你们七个人就是一个整体 当共同面对敌人的时候 你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弥补彼此的缺点 将每个人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 古白 继续你今天的歌唱 接下来你将迎战的是奥斯卡与马洪郡的组合 是 大师 戴老大 你不会把血火发在我身上吧 少废话 来吧 胖子别松 我帮你 凤凰附体 第二魂技 遇火疯化 你 白狐护身杖 白狐猎攻攻 经过轻走大森林中的战斗 我发现在浴火凤凰中使用凤凰火线 我还居然吃云了 威力会数倍增强 虽然都魂力消耗也大 可是效果极佳 戴老大可还行 戴老大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嘿嘿 你 哎呀 我刚好 是奥斯卡的蘑菇场 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 飞行一分钟 你也只有一分钟而已 先把这个辅助写权一分钟后 这场战斗就结束了 白狐猎光波 木白的白狐猎光波 虽然能够远程攻击 但距离只能在二十米之内 超级挥幅 就像不需要耗火魂力士不停抛给胖子 有大量的恢复香肠支持 但是胖子的耐战能力明显要支撑更久了 小三 是老师 因为你之前向木白使用了第三魂技 那么就替他分担一个对手了 小五 让我看看你的第三魂技 好的大师 小三 你可要小心了 小三 你用得着那么警惕吗 不好 是小五的第二魂技魅惑 哼 居然成功了 真是糊涂 要是一上来就催动子鸡魔童 绝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 那可是魅惑魂技的克星 自从来了史莱克学院之后 一直没和小五对练过 这次实在是大意了 第三魂技 出王束缚 哼 小五竟然凭空消失了 第一魂技 要够 三魂服应该已经超过百分之一百二 绝不是同等级的任何魂身能够抵抗的 小三 你输了 未必 诸王束缚 啊 诸王束缚 超级 超级恢复 大香肠 哼 哼 哼 好了 你们都可以停下来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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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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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知道奥斯卡有活顾肠可以提供 你为什么要给马洪俊吃下去的机会 如果一开始就阻止他 或者尽量节省自己的魂力 这场赢的就应该是你 爽 真爽 没想到回又一天也能赢得了代劳的 怎一个爽子了得 小 这香肠还真是好用 那是当然 怎么说咱现在也是魂村 你们很得意吗 马洪俊 我问你 奥斯卡的飞行蘑菇肠失效的时候 你为什么任由他掉落地面 如果这时候戴木白还有一击之力 将其击杀 你怎么办 还有你 一个食物系魂师 最重要的就是在任何情况下 尽可能保住自己的生命 他不主动帮你 你不会抓住他的身体继续漂浮在空中吗 如果戴木白是敌人 你现在已经死了 魂尊 就算是封号斗罗级别的食物系魂师 在战魂师面前也是脆弱不堪 小三 老师 说说你和小五一战的感受 老师 我错了 我不该大意 中了小五的第二魂级魅惑 以至于陷入被动局面 然后在不知道他第三魂级是什么的情况下 贸然释放出珠网 令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知道错了就好 你的错误才是最严重的 狮子薄兔尚需全力 你竟然在动手之初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记住 控制这魂师不只是要控制敌人 同时也要控制自己 是 老师 你的第三魂级应该是顺移吧 不过有距离限制 如果我猜得不错 这应该是闪电兔的能力 所以你的第三魂环 是一只千年级别的闪电兔 顺移属于最为难得的几种魂级之一 你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同时顺移配合你的柔机妖功 杀伤力将大幅度增加 但是为什么你在缠上唐三脖子的时候 就断定自己已经获胜 如果等小心一点 看到唐三施展竹网束缚时 先顺移离开他的攻击范围再继续发动 那么你已经胜了 而不是被重新控制 这就是所谓的怪物天才嘛 你们今天的表现让我很失望 每个人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现在你们全体都要受到惩罚 今天的惩罚 学校大门处有准备好的岩石 你们背上 跑到索托城再跑回来 不使用魂力 中午之前必须完成十次 小三 你的错误最严重 跑十二次 是 老师 记住 你们是一个整体 只要有一个人没完成 所有人都不得吃饭 立刻行动 你们怎么不跑 我们也要跑 我和竹青并没有犯错啊 我问你 他们是你的什么人 同学 伙伴 若想成为可以将后辈交托给对方的伙伴 你觉得应该看着伙伴受到惩罚自己休息吗 我 原来大师是有备而来 老师还是区别对待的 我 木白 胖子 朱筐里的石头最大 小五 朱青 小傲辞职 荣荣的则最小 看来这大师也不算太不惊人情 嗯 数百公里的距离 不使用魂力 这惩罚太重了点吧 他们早餐吃得那么好是白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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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经历同甘共苦的阶段 怎么成为真正的伙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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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嗯 嗯 都听你的 不过 学院的经费 哼 堂堂魂盛 连这么点钱都弄不到 嗯 我呢是不想依附于人 否则以我的实力 喂 喂喂 未必 或许 这次惩罚的真正目的 就是要考验我们的集体性 集体性 对 对 哎 才刚跑我就已经吃不消了 这集体任务难以登天啊 哎 还有容 小五 你怎么这么强 我也是三十级 腹中却跟竹庆一样 当然会轻松一点 嗯 哎 不如作弊吧 偷偷吃点小傲的恢复香肠 作弊 胖子 哎 你能肯定大师没在暗中监督我们吗 万一作弊被发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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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上的时候偷偷藏了两个鸡蛋 为了集体着想 我们七个分了吧 啊 回复一下体力 这可不算作弊吧 哎 七个人 怎么分两个鸡蛋 那就只好让我和容容这两个辅助系的吃掉了 嗯 拿开拿开 谁要吃你的东西 那竹青 女孩子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嗯 你们怎么都这样对人 哎 二哥 二哥 这不是还有我呢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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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卡 把你的石头给我吧 啊 虽然不能使用魂力 但作为一个整体 只要每个人都跑完 且总负重不便 就算完成任务了 嘿嘿 要不这样 从现在起 咱们就跟着融融的速度 这样大家都省力 等谁坚持不住了 再互相帮助 你们看如何呀 小二 没看出来你还挺聪明的 不知道我小时候被称为聪慧小王子吗 这算什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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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史莱克学院 他们这是在训练的吧 哎 我跟你说 什么事 哎 这 这次 就让他们好看 喝点水 再继续 好闲 是不是放了好多盐 哎 为了给我们补充体力吗 出发吧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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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 石头 多谢 多谢 这是 这是第一劲 天啊 地球圈了 大家坚持住 你们 是藏规学院的 你们也有今天 死狗爷儿 要不要给你块骨头吃 等了你们一上午了 没力气了 老大救我 救我 抓了个最丑的 那就让第二丑的来救他吧 你打赢我们三个 我就放了这条猪 如你所愿 看招 下一次你会比这把刀还在 想再打一次 还不快滚 这正午过了 午饭也吃不上了 我们再慢一点吧 不然 要累死了 没发现吗 我们的速度一直在降低 大师准备了盐水 温度却是一样的 很明显 大师计算了我们的体力 回去太慢 恐怕 戴老大 你还行 胖子 记住 男人不能说不信 拿来 我来帮你啊 朱青 嗯 你比我们多跑两圈 最后怎么坚持 来 是三辉学院的人 看来魂师大赛 要重点照顾一下了 没臣 别穿了 他 哎呦 老大 带老大 你没事吧 是吧 怎么样 你帮我们好多人 都分摊了石头 这样不行 兄弟们 还有最后一趟 让我们坚持下去 谁都不能掉队 大老大 还给我吧 还有我 我也好多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感觉 浑身都是力量 被你说 还真是 小三 最后这段路上 我自己来 不用 我还能想 小 小二 你今天 真像个男人 来史莱克是为了什么 你们记住 既然入了史莱克 就是一个整体 不经历同甘共苦的阶段 怎么成为真正的伙伴 不离里 好 supervised 好好 recruiter 四 莱克 四 莱克 四 大 再三 哨 你松鼓 四 大nelle 四 大目 十二拳 还剩两拳 哥 我陪你 小子 我也陪你 哥 我陪你 训练结束了 文尊也注册完了 总算放假了 寒沙射影 仅被低头弩 短短三个月 大部分激括类暗器零件都已完成 铁匠铺铁士兄弟的手艺 果然令人满意 接下来 只需将暗器组装好发给大家 再交给他们使用方法 哇 这是谁啊 怎么长了一个猪头 超级恢复 大香肠 恶复 你个混蛋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让一个猥琐大叔给揍了 丢人 真丢人 胖子 你不会是和人家 争风吃醋才被揍的吧 什么争风吃醋 小爷我是路见不平一声吼 胖子 你这是怎么了 戴老大 你可要为兄弟做主啊 你看我这英俊的面膀 都被打得扭曲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先说来听听 都是英雄一怒 未空言的 还是好容易放个假嘛 我还不得赶紧找前两天 认识的女神姐姐 联络一下感情 谁知道 半路竟杀出这么个臭流氓 报名费十个金魂币 请问这位美女 我这满腔爱意 值多少金魂币 无聊 啊 啊 嗯 哼 哼 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回家吧 忽略 你回家吧 我回家吧 你怎么这么烦人 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不错的货色 看来今晚不寂寞了 你要干什么 猴狗不等到 快跑 该死的臭流氓 敢叶喜我马洪俊的女人 也得看我这拳头答应不答应 凤凰 复起 然后你就和他打起来了 那是当然 为美女与美食不可辜负 不过 不过谁知道这家伙 竟然是个死缓的浑租 再然后我就变成这样了 最可恶的是 还当着所有人的面 从我身上跨了过去 带老大 奥二哥 唐三哥 你们可要为兄弟做主啊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好像叫什么不乐 后来才知道 那家伙是这一代出了名的恶棍 整天干些无法无天的勾当 还喜欢调戏年轻冒昧的姑娘 普通老百姓哪里是浑尸的对手 不乐 一个浑宗 仗着有些能耐 整天干些欺男霸女的勾当 简直是浑尸界的败类 就是 还把胖子伤成这样 娘 身为浑尸 势强凌弱 实在可耻 看来 是该轮到我们史莱克学院出场了 对 我们得帮胖子讨个说法 浑尸易于常人 如果为了复仇出手 逞凶斗狠 又为天赋 但是 如果是常奸除恶 守护一方平安 那是义不容辞 对 再快点儿 现在过去说不定还能堵到他 你们鬼鬼祟祟的 要干什么去 这个对 胖子 你的脸怎么肿了 是谁这么狠 先把你做成这样 呃 戴老大 不会是你吧 我会对自己兄弟下狠手吗 胖子这次啊 想英雄救美一回 反倒自己吃了鞭 我们正准备成奸除恶去 嗯 好酷 送我一个 对方品性卑劣好色 且魂力在我们之上 对女孩子来说太危险了 什么 那我更得去了 我得给女孩子们主持公道 那好吧 死刑相当危险 但我们会一起面对 那家伙的魂力在我们之上 再把她的情况详细说说 呃 身材还挺高的 脸黑得像刚从梅妖里出来似的 她的武魂很奇怪 感觉上 似乎和三哥的武魂作用差不多 控制系魂师 应该没错 她的武魂表面上看去是两个爪子 黑漆漆的 一旦召唤出来就飞在背后 像个小翅膀 那样子别提多恶心了 黑漆漆的两个爪子 还飞在背后 这是什么怪武魂 她和我打的时候 一共用我两个魂技 第一个是将那两个爪子变大 挡住我的凤凰火线 第二个是两个爪子分泌黑色的烟雾 烟雾里黑色的液体绵糊糊的 限制着我的身体 她就在烟雾里东躲西藏的 我也攻击不到她 一会儿我就被碾叶缠住 裹得像个粽子 然后就变成她的杀呆了 魂宗应该有四个魂技 这么说 还有两个是未知的 哎呀三哥 以你们三个魂尊 再加上我一个二十七级的大魂师 难道还怕她不成 有我的蘑菇肠在 打不过就跑呗 如果我猜得不错 她的武魂 应该是天生克制火焰的 不然你的邪火 不会一点作用都没有 只是尚有两个魂机未知 不利于排兵布阵 风险也就大大增加 就是这里 没错 据说不乐夜晚常在这一带活动 这里倒是很偏僻 不会惊扰周围居民 适合设服 没有发现可疑的踪影 那就糟糕了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出现 我有个主意 我有个主意 小妹人 乖乖乖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乖乖乖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剑技行事 你好啊 小妹妹 叔叔你好 请问附近有卖糖果的吗 小五想吃糖 小五 真是个可爱的姑娘 跟叔叔走吧 叔叔带你去买糖果 然后再送你回家 好不好啊 谢谢叔叔 跟我来吧 小三 这真的是小五吗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这丫头 只是一点没变 快跟上吧 以防意外 来 来 来 的 叔叔 到底哪里有卖糖果的呀 这边好黑 我有点怕 小妹妹 别怕呀 叔叔来保护你呀 叔叔 你还是保护一下你自己吧 往哪儿跑 是小五的魅惑和第三魂技瞬移 叔叔 到底哪里有卖糖果的呀 这边好黑 我有点怕 小妹妹 别怕呀 叔叔来保护你呀 叔叔 你还是保护一下你自己吧 往哪儿跑 是小五的魅惑和第三魂技瞬移 看来不用操心了 不乐这段八段摔 是逃不掉了 八段摔 那是什么 就是小五柔技中一种最狂暴的摔法 连摔八下 只要摔出第一下 几乎就没有反抗的可能 你们看 如果是力量型魂式 或许还有机会 可惜不乐是控制戏 五魂也没能释放出来 只能 第一魂技 挑风 好你个无恶不作的大混蛋 连个小姑娘都不放过 就让小五姐的 凌风鞋刹弹旋衰 教你做人 八段摔搞定 小五 你不会是杀了他吧 杀他脏了我的手 不过 估计他不在床上躺三个月 是起不来了 说好一起成奸除恶 你把他都摔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还打什么呀 不过 小五 你这套八段摔 还真是微猛 关键是他那瞬移魂技 太变态了 一旦到了身体五米范围内 想跑都跑不了 还有 小五 你那妖弓是能 连续使用的吗 中途就不需要 重新凝聚魂列 以前还是要的 不过我到了三世纪以后 就可以连续了 再说 就算凝聚魂力 每一次发动妖弓的间隙 就已经足够了 我这八段摔 只对力量型魂师没什么用 像他这样的控制型魂师 被我直接偷袭成功 肯定要倒霉 小五 以后还是不要再用 刚才那种方法 诱惑敌人了 这样太危险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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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好了 我们走吧 这家伙短时间内 是没法祸害苍生了 咱们承奸除恶的目的 也算达到了吧 嗯 其实 我们这么做不好 哦 哦 哦 不好 小菜 你不会是心软了吧 承治这样的恶徒 我有一个办法 嗯 我说小刚 虽然我不愿意打扰你 教导那些小怪物 但是 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 学院那点钱 已经被你花光了 原本学员们交的学费 是足够支撑他们一年 消耗的 可你这教导方法也太灵类了 不但伙食费大幅上升 每天掺杂在食物和泡澡水中的药物 更是贵得要命 这才短短三个月 财物就已经要垮掉了 我知道了 嗯 你知道了 总要拿出个办法来吧 等这几天修整完毕 我将带着他们进行第二阶段训练 你就不用费心了 到时候费用问题自会解决 要不是孩子们那么优秀 我真的不想再维持下去了 还是以前我们一起游历大陆的日子 最令人动心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重复当初的快乐吧 哼哼 这不害臊 哎 为左也是罪行之一 还真有自知之命 纵算有人给我们出了口恶气 心耐骇忍者 钟害己 是谁 你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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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乐这家伙 说好 但我们找乐子 都到现在了 连个影子都没有 不会自己吃毒食呢吧 这家伙非要单独行动 还得要咱俩满大街找的 真是 前面这是怎么了 这 这是不乐 老鹅 天涯 救我 羞泽 竟然是个魂王 走啊 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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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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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罪值白书 莫名不论 虽是个婚事 却以恶物而出名 罪行无数 却可归为两条 先天为所发育 缺德在家缺信仰 后天无法无天 成兄斗痕有一套 善恶终有报 劝见广大恶人 以我为剑 尽早改掉恶习 好好做人天天相伤 不论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四肢关节脱臼 肋骨断了五根 颈椎三处错位骨裂 好灵力的手段 不要报仇 不要报仇 不要让他们 收复如此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去的三个月 在众伟老师的独促和帮助下 你们的身体已经打下了一些基础 但是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魂师 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 从今天开始 我将对你们进行第二阶段教学 听弗兰德说 你们已经去过索托大斗魂场了 那里将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 你们的教学之所 这次的教学没有时间限制 什么时候拿到银斗魂徽章 训练什么时候结束 只要有本事 你们从大斗魂场得到的收入 将会十分可观 去参加斗魂 好像比魔鬼训练轻松多了 不过你们不仅要在一对一的斗魂中 获得银斗魂徽章 同时也要获得团战的银斗魂徽章 你们将以史莱克七怪的团队名称出战 团战不但可以让每个人都获得个人积分 同时还有一个团队积分 这是二对二斗魂中所没有的 当然 如果有谁想要进度更快 也可以自由组合参加二对二斗魂 在此之前 我有几个限制你们要记住 第一 不得在斗魂时显露你们的相貌 或告知对手性命 随时都以面具和代号出战 第二 包括唐三自己在内 谁也不许使用暗器 第三 不论胜负 每人每天至少要出战两次 大师 我和荣荣是辅助系魂师 也必须要拿到银斗魂徽章吗 或者你可以选择像之前那样训练 直到其他人拿到徽章为止 大师 我突然发现您让我前往斗魂场 进行比试来提升实战经验的决定 是如此阴影 刚才的话你倒没说 好了 没有问题的话 立刻出发 斗魂场的比试分为一对一 二对二 以及最晚开场的团战 你们可以自由组合 但必须每天参加一场团战 一场一对一或二对二的比试 愿意参加三场的我也不反对 前提是必须掌握好自己的魂力情况 嗯 大老大 我们一起参加二对二吧 我的辅助能力应该能帮到你的 要不然 我这气氛还不知道哪辈子能攒到银斗魂徽章的级别 好吧 三哥 三哥 你愿意帮我吗 可是 我已经和小五组成三五组合了 嗯 容容 看我怎么样 嗯 你 还是算了吧 不 我建议你确实该和马红俊组成一个二对二的组合 为什么 在二对二的比试中 如果有一名魂师达到更高级别 那么就必须要参加更高级别的对决 也就是说 你跟小三组队必须面对三十级一档的对手 胜率自然会下降 嗯 而红俊是二十八级 你们组队面对的是二十级一档的对手 嗯 红俊本身武魂优势不小 加上你的辅助 胜率可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嗯 嗯 七妹 还是我们合作吧 好 红俊你这是奇事 我抗议 四哥 你实力那么强 一对一也肯定能赢的 对吧 如何参加斗魂你们自己决定 还有件东西要交给你们 这个给你们 在斗魂的时候带好 在台上少说话 尽量不要让对手知道你们的年纪 关战时你们的组合名字是史莱克七怪 一对一时我给你们每个人想了一个绰号 用这个绰号报名 你们的本名就不会出现在斗魂场上 那我们的绰号是什么 穆白就用他原本的邪魔白虎 邪魔白虎 带五白 你还是你那香肠专卖 香肠专卖 奥斯卡 至于小三就叫牵手银草吧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个不好 一点都不拉风 银草太难听了 你们说说应该叫什么才好 小三平时看起了老实 但如果真的动了怒 杀气比我们都重 我看不如就叫牵手修罗好吧 你自己的意思呢 老师 您定吧 那就叫牵手修罗吧 红俊 你的称号我也帮你起好了 就叫邪火凤凰如何 这个好 多谢大师 牵手修罗唐三 邪火凤凰 马红俊 大师 那我叫什么 你可要给我起个好听的 你使用的是柔记 全身柔弱无骨 再加上你的兔子武魂 和魅惑技能 不如就叫柔骨魅兔吧 柔骨魅兔小武 听上去还不错 荣蓉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 没有什么比七宝琉璃 更好形容你的了 至于竹青 就以它的武魂为名号最合适 幽冥灵猫 七宝琉璃 宁荣蓉 幽冥灵猫 竹竹青 咁 我 吉他 已经用了 东方 幽冯 '. 是 〈 各位 我和小五要先去十三区 参加二对二斗魂 一块会合 去吧 好 我也去看看吧 欢迎来到锁村大闹魂场 太棒了 门场二对二斗魂是由 三五组合 来队阵已经在二对二斗魂中 获得了自成连续的猫术组合 猫术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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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们能够战胜 今天的对手三五组合 那么就将完成舞场连胜 或许下一次他们再出现在 锁村大闹魂场的时候 就将进入中央斗魂区 天大闹魂 我先一个人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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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уст 高速什么 那么第十三分诺门场 二对二诺门第二场 三十 白 五魂不提 第一魂剑 赃速 利用高速闪兵造成你们的出击失败 既然在战斗一开始就占据优势 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没想到吗 偏往才是最快的那个 居然是弩宫兵的 第一魂剑 缠绕 你以为控制系团师的速度就慢了 什么时候 是时候用那一招了 来了来了 冒数组合的经典组合剑 第三魂剑 新旋风 第二魂剑 鱼色招银 这个技能攻守兼备 防守密不拓风 从外面很难攻破 小五 当心了 新风炫雨龙斩锋 有点击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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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环境 寄生 从内部封锁胖术的动作 这个技能就再也施展不开了 第一环境 腰开 比赛结束 三五组合破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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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今天的比赛这么容易 我除了消耗一些魂力 给戴老大提供一根蘑菇肠外 根本就什么都没做就拿到了积分 连原本想要准备在擂台上 逃避对方攻击的计划 都没来得及实情 我和七妹的七宝灵猫组合 也没费多少周折 就轻松获胜了呢 五场一对一 三场二对二全胜高中 我们史莱克学院还不差吧 再去参加团战了 你们应该是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出场 记住 你们要面对的是三十几以上的团队 团战不同于一对一和二对二 彼此之间的配合 远比单打独斗的强势来得重要 大师 我们的配合 难道您还不放心吗 小三 您是控制新魂师 待会儿动手的时候 你来指挥 好 待会儿 木白 小五 朱青 你们三人主攻 我居中控制对手并扶住你们 胖子 你留在后方做远程攻击 并且保护小傲和荣蓉 小傲 你现在就开始准备 把你的三粒香肠给每个人搭配一根 没问题吧 没问题 蓉蓉 你注意保护自己 你和小傲都不要远离胖子身边 我会帮助胖子一起保护你们 放心 没问题 请狂战队和史莱克七怪 到团战休息室集合 倒好 我们走吧 嗯 嗯 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是最引人瞬目的压轴对决 第四场——狂战 对阵双方——狂战队与史莱克七怪 此前狂战队已经获得了七连胜的好成绩 如果他们能继续人勇 很有可能创造索国大斗魂场 最快达到童斗魂的记录 狂战队撕碎他们 狂战队 狂战队 下面赶紧来探探他们的对手 这 这又是什么造型啊 想要好看的 一会儿就给你们惊喜 这个团队今天才完成注册 这也是他们第一场团战斗魂 很不计他们遇到了狂战队 他们就是史莱克七怪 你离我这么近干什么 万一有人攻击你 我好给你做个人的盾牌啊 保持队形 这是我们第一次打团战 所以开战前一定要先布置好战术 到时候 罗白 你负责强攻 小姑娘身材不错嘛 折着脸干什么 滚 你不知道老子是谁吗 敢和我这么说话 他说让你滚 你没听见吗 你给我死 都给我住手 斗魂准备区不允许私斗 否则取消资格 老主管是我不好 一时没忍住 康熙 下次你再闹事 就不是警告这么简单了 是是是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 你们就是今天新注册的史莱克七怪吧 你们也不用在这里争 狂熙就是你们在斗魂台上的对手 不要被表象所蒙蔽 狂熙所率领的狂战队所有队员 都是三十五级以上的实力 来到斗魂场注册七天 团队已经获得了魂尊级七连胜的成绩 七天 七连胜 以他们的实力就算是在同斗魂一级的三十级团队中也会是出类拔萃的存在 他们每次出手对方都非死即杀 你们自求多福吧 如果感到危险最好立即认输 非死即杀吗 我都要看看 是谁非死即杀 戴老大 不要被表象所蒙蔽 刚才这主管说的第一句话是在典型吗 狂熙绝不像表面那么粗犯 能够带领自己的战队获得七连胜 绝不只是实力就能做到的 嗯 嗯 我看这家伙刚才是特意来试探我们的实力的 嗯 很有可能 小傲 今天你难得这么冷静 哎呀 我奥斯卡一向就 说 嗯 嗯 我们要谨慎一些 大家听好了 一旦形势不好 立刻使用小傲的蘑菇城 飞离斗魂台 大家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时间不多了 我们出发吧 那个狂熙既然以熙为名 武魂应该是犀牛 威偏防御的力量型魂师 交手时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与他硬碰 先攻击其他防御不高的魂师 嗯 嗯 这个狂熙就交给我吧 我会尽可能地控制住他 交给你了 小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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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计时五秒 四 三 二 一 團戰鬥魂 兄弟们 开开魂 六秒 二 二 三 三 四 三 二 五 六 六 四 荣誉之盘 防禦之弓绽放 荣誉之盘 攻击孤魂绽放 史莱克机关军军有四名魂尊 全部是丁精魂魂配置 而不就是魂师军神气暴能力租 团队战的胜负 一 团战斗魂第四场开始 你们 开五魂 五魂覆底 五魂覆底 狂戏的五魂式犀牛 力量很强 标准的强攻系魂士 戴老大应该可以应对 这两名应该是明攻系魂士 小五和朱青可以对付 这两名的锁度看了也无慢 需要小心 他们当中唯一的顶级魂魂配置居然是他 狂战队七人中没有食物喜魂士 说明他们的战术是速智速决 他们对这名辅助系魂师的魂力增幅 有绝对的自信 这个如意盘魂师需要特别注重 狂战队此前的战斗 他都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杀 好结实的网 胖子 空中 凤凰火线 敌魂剑 凤凰火线 七宝有命 到等级差异不大的情况下 细胞琉璃塔的增幅效果 远远强引起他一切无魂 那可是最强的辅助系 什么 不好 辅助位落至空大 能让奥斯卡被偷袭了 目标一开始就是他 一开始就击倒最弱的辅助系 和食物系魂师 交出所有不救的力气 这是战斗的铁人 啊 所谓战斗的铁则就一无产 无量可以利用这一面 来设置陷阱 第二分剑 白狐烈光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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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魂技 诸网束缚 双后退 保护如一排 双眼顶住 哦 蓝影草 先扣钱助我再收 你的对手是我 好啊 拼毒 我的珍珠毒 还从来也打不对手 难以置信 史莱克七万完全战的优势 我们战队的连生 几乎要准备了吧 胖子 嘿 偷袭辅助魂师啊 这个如意盘什么来历 小三 主亲 一有机会立刻除掉如意盘 绝不能让他使出内招 第三魂机狂热 不好 出现了 狂战队多次反败维生的秘诀 狂热 十来个奇怪 能不能挺够狂战队这一轮的反攻呢 第二魂机 驾 驾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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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你们认输吧 狂热状态下的我们没有通知 所有属性增强百分之十五 认输 别做梦了 如果不是七宝琉璃魂尸的存在 你以为我会和你们废话吗 既然如此 别怪我们无情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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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还有飞行能力 老实说得不错 必须一开始 就将如意盘魂师击倒 我们失算了 你以为 我们没有远程攻击的手段了吗 大家散开 很机智 小三 现在怎么办 蘑菇肠的时效只有一分钟 小二甚至只能飞行半个多时间 自己磨铜 鬼影离宗 漂亮 这种程度还伤不到我们 尝尝这招 沐浴贤 柔柔 集合 走一会儿出生的魔术 胖子 如果只有一两个人飞起来 那还可以理解为他们拥有飞行魂师 可七个人同时起 只能证明他们使用的是辅助系 或者食物系魂师的魂迹 这个魂迹一定维持不了多久 他们的实力之所以突然增强 应该是那辅助魂师婚离前释放的千年魂迹起到的作用 但你们发现没有 除了那女魂师之外 其他人都已经失去了神职 按照老师研究 他们那个状态不会维持太久 而且狂热解除之后必遭反噬 狂战队现在的状态不是我们所能抗抗的 小你还能弄出几个蘑菇枪 我的合力不多了 最多还能再制作出异感 你们撑不住了吧 稍后 当你们飞行能力即将结束时 全部下台 我来吧小三 不 还是我来 我还有保命手段 就算对方的狂热状态 真的比我预想中的持续时间更长 我也能脱离战场 既然让我指挥 就听我的吧 小三在赌 他在赌奥斯卡的蘑菇肠时效 长于狂热状态 狂战队有何尝不再赌呢 可要是我们降落下去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解除现在的状态怎么办 那就只能赌一赌了 胜利固然是我们期盼的 但大家的安全 却更加重要 他们的飞行时间到了 如果落地出圈 就咱们终于梅克林奥 下入飞飞蘑菇场 不好意思 我先下去了 剩下一个人 零定了 飞行时效到了 你已经没有翻盘的可能了 团体战斗是让每一个选手 都被击倒才算失败 现在十来个战队 还有一名队员在坚持 一对六 他还有机会吗 你还不离开吗 虽然只剩我一人 但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 他们的狂热状态解除了 一一敌六 你没有翻盘的可能了 狂战队的真正战力 其实也只剩你一人了吧 狂热状态的反噬 已经让你的队友失去了战斗力 十来个奇怪的翻盘 已经开始了 翻盘 就凭你 狂热结束后 实力削弱了很多 我还有机会 就算凭借生物体的力量 我也能捏虽你 鬼影迷走 就是现在 只要把你甩出的荒台 被吸进去了 怎么可能 为什么 我的第三魂环 是千年人面魔珠 人 神面魔珠 这 这 这能结束 史莱克七怪获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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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是莱克七怪之一牵手修罗 哥 你太帅了 小五 快下来 今天我们大货全赦 一定要好吃一顿 走 我请客 不愧是大哥 果然豪爽 走啊 走走走 走走走 跟着跟着 三哥 我在星斗罗手游等你哦 是星斗罗 处以灾制 心事 ma 咖啡 看着是星斗罗 就像我4个吧 满肠罗 在星斗罗 游戴 在星斗罗上 是星斗罗 寺罗 他们心疼 可以没从你懂本西刷 燃烧悬天力量 破旧的魔物却不是荒唐 在踪落道路撞到奇迹回光 奇怪为一体生长出希望 难不抛弃不放弃又难忘 一路绝寻着你十万年成长 化作满天星光 为你相似断装 这一生是真实到疯狂 是守护你的每个模样 谁在冷藏觉 谁与復活都是我 这一路平安却被一无尘放 这一世诺言从不曾忘 天力散遍海亚伤光 搞不得再想重新 都要探入阳光 把你转折在踪落的路上 你转折在踪落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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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还有飞行能力 虽然只剩我一人 但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 哥 你太帅了 小五 快下落 走 我请客 不愧是大哥 你转折在踪落的路上 我只有一个转折在踪落的路上 你转折在踪落的路上 这第一天 你转折在踪落的路上 就要小心 你转折在踪落 告诉我 在今天的斗魂中 你们都有什么感觉 个人战的时候还好 但团战时 我们的配合还是不够默契 团战时我成了大家的拖累 少了一个战斗力 令我们在面对强大对手的时候 很难制胜 你们说的都不对 我要说的是 你们今天做得很好 我非常满意 虽然你们确实还不够默契 但这是你们的第一次团战 而对手又是一支拥有着 全部三十五级以上 已经取得七连胜战绩的队伍 但你们依然能在配合 不算完全默契的情况下 取得胜利 能做到今天这样 你们已经出乎了我的意料 晓鸥 你不必妄自菲薄 你在团战中 从未停止对团队的出力 正是因为你的急速飞行蘑菇长 才令大家在关键时刻划险为夷 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团战中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使来个奇怪是一个团体 缺一不可 我说大师 今天你不是故意回来夸孩子们的吧 当然不是 我只是想告诉他们 他们是最好的 但是还不是完美的 我允许你们明天休息一天 但是你们要在一起好好总结 今天团战的得失 后天斗魂前告诉我 还有 我们不在的时候不要惹事 尤其不要和任何魂尸产生冲突 大师说得没错 尽量少惹麻烦 但如果有人欺负到你们头上 也不许丢了咱们史莱克学院的脸 不久前刚惹过一个 小刚 这些孩子带给我的惊喜真是越来越多了 看来将他们全交给你训练是个不错的主意 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天赋 面对平均等级比几方高上五级 昏环总数要多三个的对手 他们还能一举制胜 天赋确实远超常人 但我还是输了 和唐三相比 红军那小胖子实在差得太多 教学这么多年 我终究还是不如你 这是显而易见的 难得你肯承认 我是输了不认得主吗 似乎是吧 上次和我打赌 你输给我十个金魂笔 你一直都不承认 你 弗兰德 我突然想喝酒了 既然你承认输了 就请客吧 好 可不喝死你们 报名 史莱克七怪 史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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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我们是史莱克战队 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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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史莱克战队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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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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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就要開始了 你知道吧 近一個月來 有一支七人團戰隊伍保持全勝 全勝 我沒聽錯吧 據說是鎖頭大鬥魂場 有史以來連勝最多最快的團戰隊伍 他們的名字是 麻煩你 報名團戰 史萊克奇怪 果然是您 麻煩您請快一點 先生 請您稍等 請 對不起 讓您久等了 您好尊敬的領隊先生 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談談 不會耽誤您太多時間 是代表你個人 還是代表鎖頭大鬥魂場 當然是代表鎖頭大鬥魂場 領隊先生 我就開門見山地說了 我代表鎖頭大鬥魂場 希望今天史萊克奇怪參加的團戰 能在中心主鬥魂場進行 這似乎不符合規矩吧 按照鬥魂場的規定 只有銀鬥魂以上級別的魂師 才能夠在主鬥魂場露面 而史萊克奇怪都是鐵鬥魂而已 您就不用謙虛了 以史萊克奇怪這個月的戰績 今日鬥魂結束後 他們全都會拿到銀鬥魂徽章 就算早一天成為銀鬥魂 也沒什麼不可以 既然如此 你們也應該不在乎差這一天吧 實不相瞞 三天前我們這裡來了一個魂師團隊 他們全部由銀鬥魂魂師組成 似乎是鎖頭城幾位大貴族 找來的魂師 連續兩天 那些大貴族都在他們身上下了重鑄 而他們也毫無懸念地 取得了鬥魂的勝利 給大鬥魂場帶來了極大的損失 您應該也知道 達到銀鬥魂級別的魂師 一般都有四十級以上的水準 可這支團隊的成員卻全部是魂尊 我們不能破壞的規矩 請四十級的魂宗團隊 與他們進行鬥魂 可這樣下去 大鬥魂場也承受不起持續的損失 僅僅魂尊就達到了銀鬥魂級別 看來他們的實力很強 之前兩天 鬥魂場都是用什麼樣的團隊 來迎戰的呢 由於我們所托大鬥魂場 沒有魂尊級的銀鬥魂隊伍 無奈之下 就只能派出魂尊級的同鬥魂隊伍 與之進行鬥魂 其中的一支就是狂戰隊伍 但他們卻是一敗土地 在魂尊級別的團隊中 狂戰隊的等級已經相當可觀了 難道那支銀鬥魂隊伍的成員 比他們等級更高 並不是魂力等級的問題 是魂環上的差距 這支銀鬥魂隊伍和史萊克七怪一樣 都是最佳魂環組合 最佳魂環組合 那就是第一魂環級為百年 第二魂環為五百年以上 第三魂環直接是千年 表現在魂尸身上就是兩黃一紫 那大鬥魂場又怎麼認為我們史萊克七怪 就一定能夠獲得鬥魂勝利 畢竟我們只有四名三十幾以上的魂尸 剩餘的三人都還未到三十幾 這您就謙虛了 史萊克七怪在之前的二十七場 團戰鬥魂中取得了全勝的戰績 這在我們所託大鬥魂場是史無前例的 他們一定有能力 與這支銀鬥魂隊伍抗衡 如果我記得不錯 參加中興主鬥魂場的鬥魂比賽 應該有額外的獎勵吧 當然 參加主鬥魂場的比賽 每一位魂尸都將得到 五百金魂幣的直接獎勵 而這次貴方更是受到了我們的邀請 如果能夠獲得這場鬥魂的勝利 鬥魂場會額外支付一萬金魂幣作為獎勵 好 一直能夠讓鎖托大鬥魂場 如此重視的銀鬥魂隊伍 再加上全部最佳魂緩 這樣的磨練 確實對史萊克七怪大有好處 為了這場鬥魂 請您讓史萊克七怪的隊員們 今日就不要再參加一對一和二對二的鬥魂 全力應對今晚的對手 這是史萊克七怪今晚對手的資料 我説小剛你不該這麼快就答應了他們 要是好好談一下 他們應該會支付更多的獎勵 這次如果勝了 我們的收益已經不小 一萬金魂幣是一筆很大的數字 我已經想好了 給孩子們每人一千足影 剩餘的三千留給學院 好配合我對他們的第三階段試煉安排 你們有意見嗎 沒 沒意見 好 你們先研究一下對手吧 對你們來說 這將是一場極為艱難的鬥魂 隊長 玉天航 武魂 藍電霸王龍 三十九級強攻系斬魂式 魂環兩黃一子 副隊長 獨孤燕 武魂碧靈蛇 三十八級控制系斬魂式 魂環兩黃一子 隊員 奧斯羅 武魂 鬼豹 三十六級兵攻系斬魂式 魂環兩黃一子 隊員 夜零零 武魂九星海棠 三十五級輔助系系魂式 魂環兩黃一子 隊員 石魔 武魂 玄武龜 三十七級防禦系斬魂式 魂環兩黃一子 隊員 石墨 武魂 玄武龜 三十八級防禦系斬魂式 魂環兩黃一子 隊員 御風 武魂 風林鳥 三十六級兵攻系斬魂式 魂環兩黃一子 居然強悍如斯 我已經隱約猜到 這個黃豆戰隊的來歷 小三 老師 這次雖然我依舊要求 不能使用那些暗器 但是我允許你使用八珠魂骨 不到最後關頭 絕不許認輸 老師 我們真的就無法戰勝對手嗎 機會只有三成 而機會主要就在你 穆白和竹青三人身上 對方的七個人 按照資料上顯示 是一種非常完備的組合 你們最要注意的兩個人 就是他們的正副隊長 藍殿霸王龍魂師和碧靈蛇魂師 藍殿霸王龍 藍殿霸王龍被譽為攻擊最強的獸武魂 他在獸武魂中的地位 就相當於蓉蓉的七寶琉璃塔 在輔助系武魂中一樣 那他們那個隊長 難道就是藍殿霸王龍家族的人 除了藍殿霸王龍家族 我還沒聽說過哪裡有 藍殿霸王龍魂師的存在 這個黃豆組合的背景真是大的嚇人 不僅正副隊長 玄武龜也是與藍殿霸王龍 系武魂中一樣 那他們那個隊長 難道就是藍殿霸王龍家族的人 除了藍殿霸王龍家族 我還沒聽說過哪裡有 藍殿霸王龍魂師的存在 這個黃豆組合的背景 真是大的嚇人 不僅正副隊長 玄武龜也是與藍殿霸王龍 齊名的武魂 在防禦類武魂中 也是頂尖的存在 至於這個碧鱗蛇魂師 他讓我想到了一個人 弗蘭德 你還記得他嗎 碧鱗蛇 你是說 我說的就是他 碧鱗蛇武魂在大陸上 和幾大家族的武魂一樣 屬於稀有武魂 院長 大師 你們說的究竟是誰啊 擁有該武魂的魂師中 只有一名文明魂師劍 他被稱為碧鱗痘羅 你說的是那位 號稱獨霸天下 最難纏的碧鱗痘羅 除此以外別無他人 而黃豆戰隊的副隊長 也跟那位碧鱗痘羅一樣 負性獨孤 老師 對方的碧鱗蛇魂師 既然是控制器的 那他究竟是憑藉什麼來控制的呢 以蛇為武魂 似乎並不擅長控制 毒 毒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還真的有機會戰勝他們 小三 不要輕敵 奧斯卡的解毒小蠟腸 只是第二魂還劑 恐怕擋不住碧鱗蛇的毒 是 老師 大師 我能不能提個意見 你說吧 在斗魂的時候 我們的首要目標 一定要放在對方那名 輔助系魂師身上 為什麼 九星海棠這個武魂我知道 他的能力只有一種 範圍性全體治療 範圍性全體治療 治療程度 隨魂師心意控制 等級越高 魂還越多 用來治療的魂力就越多 我爸爸說過 有九星海棠魂師在 就算想死都不容易 這是一個近乎完美的組合 我們能贏 穆白 小蠟 胖子 小五 容若 朱青 你們忘記了嗎 我們已經擁有了二十七連勝的成績 試問我們哪一場戰鬥 不是靠著戰勝強大的對手所取得的勝利 我們有著穆白頂級的強攻系武魂 有著小傲的持續戰鬥能力支持 還有胖子頂級的便衣獸武魂 和小五那神奇的柔技 容若 難道你認為自己的七寶琉璃塔 就比不上九星海棠嗎 還有朱青 你的速度 是我見過同等集中 免攻系魂勢力最快的 對方雖然強大 難道我們就弱小嗎 如果我們連必勝的信心都失去 又何必參加這場鬥魂 小三 你說得沒錯 我們史萊克七怪 從來不害怕任何人 對 史萊克七怪必勝 對 史萊克七怪必勝 必勝 必勝 你們說 今晚鬥魂場會給我們安排什麼樣的對手呢 什麼對手都沒有 根本沒人能抗衡我們 還有 玲玲 我們要是受傷了 你可要第一個治療我唷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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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這一次 你們恐怕是要遇到對手了 這是你們今晚的對手 史萊克七怪戰隊 隊員七人 鐵鬥魂回章 他們的積分 已經達到了贏鬥魂水準 鎖 鎖鎖大鬥魂場 已經決定提前授予他們贏鬥魂資格 正好用來向你們挑戰 提前授予贏鬥魂資格 鎖鎖大鬥魂場 已經沒有能打的贏鬥魂團隊了嗎 不可大一輕敵 史萊克七怪此前曾贏過狂戰隊 狂戰隊 他們怎麼做到的 關鍵就在於這個人 藍陰草魂尸 另外七寶琉璃塔魂尸也需要注意 這個隊長也值得關注 若非實力出眾 不可能成為隊長 這場鬥魂必然不會輕易獲勝 還有一點 是我對你們的要求 無論這場鬥魂的勝負如何 你們不許傷殘對手 燕子 尤其是你 如果對方中了你的毒 鬥魂結束後立刻給他們解毒 為什麼 等到鬥魂結束之後 我會告訴你的 一堆 团战斗魂主持人 兜兜 下面 请有请双方队员上场 加油 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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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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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发绿吗 这个世界存在这样的眼睛和发色吗 不愧是主斗魂场 气派就是他 这里是所托城最高规格的斗魂场 斗魂台直径长达七十年 观众席足以容纳两万名观众 之所以是复古的古代斗兽场风格 这是向远古时期的斗士们致敬 你认识对方的领队吗 等道魂结束再告诉你 这家伙不好对付 双方战队注意 现在开始 你们有一分钟召唤出自己武魂的时间 当我宣布开始时方可攻击 直到一方认输 全部倒下 或者跌下多魂台 即为比赛结束 现在释放你们的武魂吧 打赏的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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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说过 蓝电霸王龙魂师 被誉为同等级中 最恐怖的强攻系魂师 看来跟预料的一样 他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绝对的自信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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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魂 开始 第一魂魂技 白虎护身杖 优独播剧場 全部两魂一子的最佳魂魂配置 带来的压力是无与伦比的 不论在武魂质量还是在魂魂配置上 这一次史莱克七怪都已经处于全面下风 而这却是他们在面对其他斗魂团队时优势的地方 优势变为烈士 小三 你准备怎么做 我的气势被他们俩正面枪行挡住了 无法对他们身后的其他黄豆战队队队员产生压迫力 先解决两个 松下去了 上面 是算了 想不到玄武归武魂 这么几日 体重计了 第一魂技 雷霆龙爪 糟了 在空中看你往哪里躲 蓝殿霸王龙确实应该有如此威力 记住 只有将你们七人的力量合而为一 才能弥补双方实力的差距 另一会 MakA アイ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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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他是怎么做到将每一个蓝蚓草 都控制得如必实质的 扯动需要力量 需要控制得恰到好处也绝不容易 更何况 是同时控制六名队友 单纯用力量来控制蓝蚓草 当然困难 但我有汤门绝学 恐吓青龙之功 完全可以控制全场 老实说得不错 你确实需要特别注尽 雷霆龙爪 紧摩桶 不好 中计了 对方的等级比我们高出太多 为此我们绝不能硬攻 三哥 你有什么想法 胜负的关键就在于他 玉天恒 此人实力极为强劲 又是黄豆战队的队长 是整个黄豆战队最锋利的矛 如果能将这个矛先折断 胜负的天平就会立刻倾斜 但是我们该怎样击倒他呢 玉天恒出身蓝殿霸王龙家族 性格一定极为高傲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小三 你果然已经是一个战术高手了 用木白的攻击 作为吸引对手的诱饵 而你在以蓝银草 帮助木白化解玉天恒的攻击 目的并不只是救援木白 更重要的是将玉天恒的注意力 吸引到你自己身上 有敌深入 身为黄豆战队的队长 你确实冷静 可靠 实力强劲 但你内心深处 对眼前这只实力明显弱于自己的队伍 还是有些大意了 你终究还是上当了 天恒 蓝殿霸王中的骄傲 令你小看了对手 你拆着 绝命的配合 宇天恒又想怎样领带这样的囧境 等的就是现在 我根本无需退却 你们的合力围攻 正是我将你们一举击溃的机会 白虎猎攻击 雷霆之怒 这 这真的是魂钻之间的灯魂吗 可蓝殿霸王龙不容小觑 好奇了 蓝阴草本身是不倒电的 但是雷霆之怒所蕴含的能量实在太过庞大 蓝阴草根本支撑不住 十来个奇怪又离深入的战术虽然得到奇效 但同时也令他们自己陷入了危机 天恒的雷霆之怒 能将雷电之力提升一倍 他的第二魂技雷霆万军爆发出的攻击力 更能够同时对史莱克七怪造成范围性杀伤 好一招以尽为退 可惜史莱克七怪能够在索托大斗魂场 获得二十七战二十七胜的成绩 尤其是那么轻易就能够击败的 蓝殿霸王龙武魂虽然强横 但你毕竟是孤军深入 只有一人 雷霆万军虽然恐怖 但却是范围性杀伤 木白的攻击则是单体 在魂力凝聚上白狐烈光波占了上风 但玉天恒也只比木白多退后了一步 足见蓝殿霸王龙武魂 是多么霸道的一种存在了 有一火箱阻隔 黄斗成员不能支援 尽管小五的魂力要比对方低了八个等级 但此时天恒的身体状态已跌到低谷 而小五却有七宝琉璃塔 等着三十的增幅 天恒根本没有阻挡小五柔记的可能 第一魂技 阳光 从天恒越过玄武龟魂时发动攻击 到史莱克七怪完成合围 再到重创天恒 全部经过也只有极为短暂的数息时间而已 不过现在才是最关键的时刻 我杀了你们 不好 燕子 不许用碧灵蛇毒 毒孤叶选手的绝血 碧灵蛇毒 碧灵蛇黄毒剧毒无比 哪怕强不天恒 也不敢轻易沾染 更何况 现在是在第三魂技下发出的剧毒攻击 毒素素影击垮 一旦沾染毒 一时三刻就会化为浓水 果然是碧灵蛇毒 这个女孩子跟她一样 阴狠毒辣 不知道小三探 走 回来 燕子平时虽然有些懒散 但若有人伤害于天恒 就会彻底激怒燕子 现在她已经忘记了我的战前部署 是来个奇怪 怕是有生命危险 小鬼我们不要紧吧 不过是碧灵五毒中的碧灵蛇而已 看我破你的蛇毒 老大 胖子 无谓的挣扎 白虎猎攻破 凤凰火线 是酒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破了我的碧灵子毒 碧灵蛇毒 不过雕虫小技而已 毒 本来就是唐门的成名绝技 我在烈酒中加入雄黄粉 在以凤凰之火点燃 总是蛇毒再强 也能轻刻瓦解 请会有如此巧妙的破解之法 一点小小的挫折 就令你们惧怕对手了吗 九星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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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魂石的存在 我们还是疏忽了 不好 史莱克七怪能够先发之人 是利用黄豆战队的大意 但这次却是我们大意了 史莱克七怪配合默契 但黄豆战队却也不遑多让 灵灵平时冷漠孤寂 实际上 她比任何人都在乎同伴的安危 也正是因为 有灵灵的九星海棠的范围性 全体治疗作后断 天恒他们 才会义无反顾地冲锋陷阵 你们大意了 碧灵蛇毒虽然没有走向 但是却争取到了最关键的时间 走走 灵灵说得对 我们还在等什么 杜叔 小三好不容易建立的大好局面 已经荡然无寸 真正的团战 此刻才完全展开 是毒气 奥斯卡 他的身体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 虽然伤口远落 但魂力并没有恢复 骨折的地方也没有完全修复 试试 这个黑豹魂石的速度 比竹青更快 而且攻势凶猛 他是想借助连续不断地攻击 消耗竹青的魂力 奥斯罗虽然有些自负 但战术贯彻一向彻底 尤其是碰到同一类型的对手 他想要将对方彻底击垮的性格 就显露出来了 攻击角度好刁钻 这个人看起来笑嘻嘻的 怎么出手这么硬狠 竹青和红骏面对的对手 都比自己高出七八级魂力 尽管有七宝琉璃塔的增幅 但整整一个魂环的差距 是弥补不了的 多一个魂环 并不只是多一个魂迹那么简单 魂环在被吸收时 附加效果是各属性的全面提升 弥补归魂师最大的防御凭借 无疑是硅甲 此时硅甲出手 他们自身的防御力自然大幅下降 归架竟然是来七哥来应走的 玄武龟与蓝殿霸王龙同属顶级武魂 看来这世家兄弟比想象的要强 一直以来 黄豆战队最令人注意的 都是蓝殿霸王龙魂师队长玉天恒 但实际上论战斗力 世家兄弟并不比天恒逊色多少 没有了龟壳 看你们还怎么防守 小五 当心 不好 小五在空中无法移动 不 我答应过你 会永远保护你 哥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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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不要说话 玄天公总算护住了心肺二脉 邪业已经止住了 竟敢重上小五 怎么回事 我居然从他身上赶到一股特殊的压力 第三魂计